我希望 館長希望這次 館長砸了一些 砸了錢喔 希望辦這個比賽 希望讓館內 沒有經驗還有有經驗還有都可以來參加 都可以來參加 那我現在散時間搶解一下規則 所以 其實很多 很多危險的動作 館長都會剔除掉 所以你們大可以盡量參加 第一個 來 你們在對峙的時候 我們會有互進 因為我們是一天比賽 我們是職業賽 所以我們是有互進 保護大家 不要受傷嚴重 不然有時候沒有互進 一個邊腿進來 一腳有時候人的肋骨就斷掉 所以 避免這樣七七八三 我們是有互進的 然後 四盪式拳頭沒有錯 在站立的時候 兩個人全身都可以擊打 兩個人全身都可以擊打 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的臉 有被打到流血的情況 譬如要講 你就破 那我們馬上中止比賽 流鼻血還OK 可是只要臉上畫上 我們會立刻中止比賽 我們會判定對方 馬上 馬上 記錄失敗 我們就是馬上會判 因為我們是顧及你的臉 你的臉 因為四盪式拳道 不比四盪式拳道 打下去都是開花的 打下去都是開花的 第二個是在地板下 所有摔的動作都是認可的 都是認可的 如果你今天 貼我 你今天貼到王子的情況之下 當然都可以擊打 臉也可以擊打 可是如果今天到下位的位置 只要他的頭 身體接觸到 你的腳 不能踢對方 也不可以打對方的頭 因為保護 因為我說過了 這只是一個悲賽 而不是職業賽 怕太嚴重的傷害 這樣都可以打 這樣你必須下去跟他打 下去 你不可以在這個位置 你不可以去 踢打對方 我都不建議 在這個位置不建議 像下去人 不建議踢打對方 不可以 如果你踢打 你敢踢打 警告 再第二次馬上就馬上取消你的資格 你敢在這個位置 敢踢打 馬上取消你的資格 你要下去 你要下去 再下位 如果你在下位 這個位置 你不可以去打他的臉 因為我們保護 當然改天 如果等這種MAA式的比賽 大家打習慣了 我就會開放 那這次就是我們臉不開放 我們臉的位置都不能放 可是可以做螺素的部分 可以做關節 你要做 都沒有問題 你要安抱 你要做都沒有問題 足關不能開放 所有腳部的動作 腳部的關節 足關 所有的動作 全部不准開放 因為館長怕你們一做 有些人還不會做 就扭轉對方的膝蓋 馬上就斷掉了 腳足關不能做 可是 身體可以擊打 你身體所有的面 上半身 都可以打 這邊都可以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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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不能打之外 身體都可以打 所以還是有他的可怕性在 身體都可以打 頭不要打 你手 你可以勒緊 都可以勒 你從上位再下面 甚至是 你從上位 你都剛剛說 從上面 就勒到他了 或是 舉位置 後面勒到 對方 都沒有關係 這邊勒到他都沒有關係 帶下去也沒有關係 如果 你可以這樣擊打他 都沒有關係 你站著的部分 打他 都沒有關係 可是一落地 我們就不准你打他 一落地 頭就不能打 可是站立的時候可以打 兩個站著的情況之下 可以打擊 還是那句話 如果打到了 有流血的部分 第一次我們會停止比賽 我們會看對方的情況 也會問對方的情況 如果他還願意比 那當然繼續 可是如果太明顯的外傷 我們就宣布 就是你資格 你流鼻血也是一樣 你一次 止住 你再一次揮到再流 我們就是 取消你的資格 就取消掉了 因為 我說過了這個是一個 一個 推廣性的 一個競技性的比賽 為了大家安全 我們就是這樣辦 可是他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存在 把一半的危險拿掉 所以 歡迎大家來參賽 會員 歡迎大家 你沒有接 拿我們就是八角籠 我們這八角籠是 國際規格 UFC跟我們一樣 內圍700 700公分的 這是標準規格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全種 在我們這邊是備賽的 所以我們地板 全部都有鋪地毯 稍微照給他們看一下 國際全種 現在都有辦 不要在網路上 現在 館長的館 都是國際規格 是迎接 這個 50個國家 800個選手 國際的全賽 現在辦在我們這 辦在我們館內 我們是備賽區域 然後 他們才會去 新章體育館比正式 所有熱身都在我們這邊 所以千萬不要這個時候 甚至日後 你想要儘管挑釁 說 在網路上說 嗆什麼 嗆什麼 當然 以毀謀民意沒有辦法 可是 館長通報絕對不是這個 我們是商業機構 我都說過了 你不是針對個人 你是針對商業機構做供給 做挑釁 來到人家家裡做挑釁 那這個 我們就一定會報案 現在是法治時代 如果打打殺殺可以的話 那大家都不用那麼辛苦了 現在就是一切都是法律 法治的時代 那如果像我這樣 我們就整天打打殺殺就好了 大家都比拳頭大的 麻煩重點腦袋 這個地方是台灣人面子 館長花了四百多萬的成本 給國際拳學做台灣人的面子 而舉辦這場比賽是在我這邊備賽 請大家搞清楚 不要來挑釁 這個你只會丟台灣人的面子 在外國人面前 你被警察帶走 就這樣而已 館長的館已經 踏入國際規格 人家外國來 德國來的烏克蘭 俄羅斯 美國 中國 各國的 有五六十個國家 Anyway 他們來到我們場地 他們認為台灣人的水準是很高 那德國人科技這麼進步 來到館長場館說 連我們德國都沒有這種地方 這麼好的設備 我們德國沒有 美國隊來說 你們這個設備太好了 我們美國也沒有這麼好的設備 館長做的一切 只有一點 不是為了自己 大家聽清楚 我沒有賺錢 我完全全一塊都沒有拿 大家可以歡迎你去打電話去拳協 去體育處問 有沒有人要拉錢給館長 館長在為台灣做事情 我辦比賽也是為了 我們會內 日後我會開放外面 現在我們只開會內 都是為了台灣人 推廣這個東西 我再講一次 你不管穿假叫什麼 你上來講話 其實大家都沒有人問你 你只會招來 大家的攻擊 你何必做這種事情 我說過了 我花這麼多錢 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是為了台灣 人家來拜託我 我說你不用拜託 我答應你 因為台灣人的面子 包含之前的事情 什麼事情 沒有關係 你污蔑你攻擊我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的老師必要是講 這次是台灣人 人家如果國外的人 如果沒有館長這個產地 他們備賽要去擔奉國中 要去國中 那台灣人的面子 我再講一次 是為了台灣人的面子 我把場地提供出來免費 你一天有八百個選手會進來備賽 連續十五天 一毛錢都沒有收 付出了四五百萬的成本 我還提供水 提供很多東西 去給這些外國選手 為的是 給他們留下一個好印象 回去他們國家說 台灣人 台灣人原來他們的運動 的這個層面 他們的場地設施是這麼棒 而那外國人喬起台灣人 這個是重點 館長沒有賺到錢 那一輩子有這一次就夠了 所以館長願意 這個潔谷研究很多 有的沒有人 一直進來攻擊 館長辦個比賽 你也來攻擊 我 辦比賽是為了會員 我成績山辦的比賽超多的 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很敢給錢 為的是 提倡大家的運動習慣 就是希望台灣人真的重視運動 而不要去吃一些沒有的 比如說直銷產品 比如講說 去相信不專業的 那一樣 那有的人說 我剛才說 館長你打字都打錯 真的 我有時候沒有注意到 我就打錯 真的館長真的沒念什麼書 我現在36歲 我那時候是高中補校畢業 我也不怕大家笑 因為我認為認真的人 不是看學歷 認真的人 我覺得 就算我學歷不高 可是我可為台灣做的事情 我肯學習 我肯鍛鍊我自己 所以我們一定有一定的專業度照 當然 對不對 打字什麼的 館長一時就是會漏掉 啊你笑我沒有關係 我也很願意接受大家笑 可是這是我的風格 我也沒有義務說一定 要給大家人看到 我就是 你怎麼搞笑啊 大家館長看 你就是 你看國小畢業 補負負負負負 也沒關係 很沒水準 我真的很沒水準耶 我真的就沒水準你 對啊 但是我就是 真是台灣人 很沒水準耶 我沒水準 但是我為台灣做事 沒關係 你盡量說 我就很沒水準 我就真的不行 吃一點 吃一下 刺激他就會怎樣 其實不是 我還是講那句話 這叫信念 信念 信念 我如果今天 他上面留言是說 第一句是說 為什麼 我說要報警 為什麼我說要怎樣 他第一句回文說 沒有人要答這個比賽 沒有人敢打 喔 那你意思就是說 陳迪斯安的會員 大家都不敢報比賽 他說 沒有人敢報啦 我就回說 怎麼沒有人敢報 又不是像你一樣都不敢 你也不是我的會員 他一句話 侮辱了全部的人 我做館長的人 有些學生跟我認識很久了 包括我的會員 也等同是我的土地 等同是我系統裡面的人 我當然要靠出來講話 比賽是大家 在打真的之後的一個榮耀 一個進步 的一個代表 怎麼可以說 沒有人敢打 你這比賽 外面沒有錢的喔 一堆人在報 連張獎狀都沒有 就一個小小的獎牌 一堆人在報 館長這個有獎盃 有錢 有醫療小組 有保險 我為什麼不敢 為什麼沒有人敢報 你不要 又是別的管的 或是說 你是別的 直銷的 或是說 你是之前打拳擊的 什麼的 我不管 你來誣蔑這個東西 這個我講的 你講我沒關係 你不要講我的會員 你不要講我的徒弟 我覺得這是一種侮辱 那你侮辱他們 比侮辱我更嚴重 他不要講話 是不是 就好像人家 跟你講說 你就不敢打 你就不敢來 你就怎樣怎樣 對不對 你做人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反正你連打都不敢 你要去幫人家 你先來比賽 那台灣好手 我差不多都知道是誰 人家也知道我是誰 人家也不會來攻擊我 好手 我所謂的好手 就一線的 像二三線 三十六流的 四十八流的 我管你什麼 你就閉嘴就對了 你有本事 你來辦比賽 你拿錢出來 你辦給人家來比 不然說 你來提倡這個運動 你不是什麼都沒有 你就誣蔑人家 我覺得這個是 真要不得 那專業度上面 你有本事 你開一個粉絲專區 你可以去回答人家的問題 你不要賣東西 我真的都很正面 而不是說 你進來一個粉絲專區 我們在交東西 都是免費 而你 來大辣辣的 去指證我的錯誤 而且錯誤不是專業度上 譬如講說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一個什麼什麼 你也知道我的構成 我去找找那都沒關係 從小到大 我也是貧窮人家出身 對不對 我不是 加金湯匙銀貨湯匙 不然我怎麼會做志願役 我怎麼會簽入餐隊 入餐隊這麼康律 我怎麼會去簽樓 我們就沒錢了 沒錢 家裡的老父要怎麼這麼免費 我們也是要去簽樓 所以我簽樓 我需要錢 去簽家庭 我十九歲 我就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我養家從十五歲到現在 我已經養了多少年 我養二十年 二十一年 我是單親家族 所以你可以攻擊我 不然之前有人說 館長你就單親家族沒教養 OK 這OK 我也是笑笑著 我沒有很大反應 因為你要怎麼講我 你不要說我的婚姻 你不要說我的土地 你不要去誣蔑 人家搞不好在這邊 一些想要比賽的 每天都練得很辛苦 就是為了比賽那一天 奪取一個好成績 打一個好比賽 不一定是說為了冠軍 可是人家每天練得很辛苦 也許他是剛練的 也許他是怎麼樣 不管 可是人家就是很辛苦的在鍛鍊 就像我們當年當選手一樣 每天被操 每天被練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就是愛 我們進步 我們就是要比賽拿成績 這種興奮感 刺激感 緊張感 我這個叫做女兒子 我不知道你這樣打打打 在寫在上面 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館長出身 大家都很知道 有些人大家都很知道 所以 你不用說我有錢 那是公司有錢 不是我有錢 你要說去你繼續 樓頭樓尾 總有的消毒的一天 錢錢錢 不用錢錢 什麼 這個多的 你不要去做這多餘的事情 沒有必要 你要正面去看這個事情 我們出錢辦比賽 為的是什麼 浪費員進步 讓大家進步 讓台灣進步 館長 浪租這個場地 你看都鋪成這樣 在一賽下 還多一個擂台 都是館長花錢 大家花錢 全鞋 大家你看 場地鋪成這樣 因為他們會穿前期鞋進來 這個場地這樣 免費他們使用這樣 為的是什麼 一塊不收費的是什麼 他怎麼不去找北京 有什麼找館長 我們外面也兩京啊 有什麼不去出館 有什麼不去 因為我一股都賣 我免費 你有我的北斗 你跟來跟我們吐槽 你沒有我的北斗 你經經 你今天做老闆 你沒有這個北斗 我沒關係 都沒關係 我廣東山都沒關係 不是啊 我們是台灣 為了台灣民主要拼 對嗎 拼民主的 最後希望大家 永遠參賽 會員永遠參賽 官長希望那一天拜 就很好 因為 我們既然雜錢 希望大家來打 你上來 你確討 沒有關係 打一下 不行 不行 就跟他們說 放棄 我就覺得你敢上台 就一百分了 不用說一定要贏 你聽得有嗎 你一次經驗 兩次經驗 人家三次四次 十次 你就會打了 你何必去崇拜偶像 我常常講 什麼強強強 很多人密我 這個都是事實 館長你好強 我問我不強 你不用崇拜 你自己練起來你也很強 我愛是大家都起來 不是說 對…我很厲害 沒有 你們每一個人 我常常講這句話 這是口號 不要崇拜偶像 做你自己的偶像 做你自己的偶像 你把自己練好 我把自己練好 班長就很高興 這麼多人給我問 有人在建功 有人在世界連 有人在極限連 有人在二四 什麼都在練 館長不好意思 雖然說我沒關係 你問 我還是一樣解答 這個很多人都有問問 我一樣是在解答 你錢沒有會有狀 我會不說 我一樣是很樂意 為大家服務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台灣人 你有貧主 你又能用 我就高興 我常常講一句話 不用不用謝 你練壯 然後 館長就開心 我是一種人 你便要吐槽 你便要跟我講解 我跟他很不好意思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們在做事 你在求後腳 錢這麼多 不是說我拿錢 來賣 是我 慢慢加 慢慢加 所以 希望大家 來體驗一下 這個擂台 藥價也不肥 也蠻多錢 那大家 上來 打打看綜合格鬥 沒關係 你是打拳擊 以前練過 都來試試看 教練 裁判都會 安全去防護 就是真的不行 馬上就是停止 你來試 我們有保險 公共意外險 絕對有 你來試試看 然後 走有一天 你跟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 你未來再看電視 爸爸這個打來打去 整個遊戲好棒 你爸爸年輕的時候 也打過 我也上場過 我有影片 雖然 你爸爸 有練過 這個就是榮耀 這是你一輩子 這跟錢無關 你賺了再多錢 這個東西用錢買不到 因為你只要自己上 這是這邊 榮耀感是這樣 再多錢都買不到 我以前也敢打 有沒有 我以前也比過什麼 這就是一輩子的容量 你可以掛在嘴上講一輩子 館長就希望撞到這樣 好不要說空手而來 我們一樣有獎勵 有獎盃 你也拿獎盃 給你的小孩子看 你看爸爸 他在馬第二名 第三名 我怕你 人 做 要做 要做事 就像館長一樣 做 沒有關係 練 打 沒有關係 不要說 誰是誰的驕傲 你也是我的驕傲 你打得好 我們叫成醫師啊 或者說 我們就是 對不對 以前有 我也覺得很欣慰 所以我很喜歡教人 因為我覺得我未來我掛了 至少留了這麼多人 也是都我足弟 對不對 可以把我精神傳承下去 這樣就夠 這比錢 錢 錢買不到這個東西 錢絕對買不到 是這種信念 不要侮辱 人家堅持相信的東西 尤其這麼苦的東西 OK 今天這樣